後來鄉親的新聞頭一條來關心 國民黨捷的中華館長 王毅美順 李蓮林 中華館政府也去行到第19次 館長選選舉主席電禮 中央是來派出同樣是 中華人的經濟部長 王美會來丹林 感謝林 王毅美就來表示 感謝鄉親親兼頂管副團隊 過去四年的努力 未來會繼續大部向前行 也會跟管理會作回來合作打拼 中華館政府在中華英國天下紀班 第19次中華館長選選舉主席電禮 電臨成功的王毅美大選投世言 於事已至成 特尊國家法律 無受受貴落 如唯一誓言 願受罪嚴厲之處罰 己事 宣誓人王毅美 中華民國一百二十 中央派出經濟部長 王美花來丹林 甘高郎 王毅美接受印信 建設成為中華館第19次的館長 王毅美感謝過去四年 管副團隊努力在到鄉親的困難 未來要努力大價位 專頁推動 臨臨將林芳区跟這媒體算安心中華 這都要專頁加速推動 讓中華能夠整體發展 我相信未來怎麼樣讓彰化能夠持續大步向前走 是我們縣府團隊以及大家的這個未來的一個方向 那我也會秉持著我們競選時候的五大願景 逐一的來落實 讓我們鄉親能夠永續健康更快樂 彰化大步向前走 當時也是中華人的經濟部長 王毅發表時 相信大家對新的館長都有很多期待 王毅美館長的年齡 也代表特色民眾人當過期四年的人機受到官民困難 也其他館長在新的人機 只有中央的地方就會合照 讓中華更好 多良心不問 丟向中華 彩虹不得 7月3日 4日 1日 1日 2日